你好,欢迎收看5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在今天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又是新增超过4万例 而其中花莲县增加了767名的确诊者 县政府在记者会上表示说 针对校园确诊接触者部分 县政府会额外加码提供一剂的快筛剂给民众来使用 花莲9日新增767例确诊个案 中央自8日起调整校园防疫措施 针对学生3日防疫架者 花莲县府额外提供家用快筛试剂 供第一日回家及第四日上学前使用 针对确诊者居家照护个案 县府额外提供家用快筛试剂一剂 供第8日解隔时使用 希望家长能安心 从5月8号起 中央新调整的校园防疫措施 那就是当学校呢 有发生了确诊个案的时候 那些离清确诊个案 如果在前两天内 有曾经到校上课的时候 那在国中跟高中端的部分 他所属的班级的一个座位 走功德的同学 就必须实施三天的防疫架停止到校 那在国小跟幼儿园的部分 则是所属的班级老师跟同学呢 暂停实体课程三天 那在各警学校的一个课程 社团跟活动的部分 如果是属于有栽下口罩 共同活动15分钟以上的师生教练 也要实施三天的一个防疫架停止到校 那这部分呢 会有中央剥补快筛试剂 然后有学校提供一人一季的快筛试剂 那这是属于中央的发布的一个相关规范 那在花莲县政府的部分呢 昨天有跟各位相亲报告 为了维护我们整个的一个校园安全 所以快筛试剂的部分会增加一季 也就是提供每个人总共有两季的快筛试剂 那在第二季的部分呢 就是在我们第四天准备要返回学校的时候 因为不管是刚刚上面所提到的防疫架 或者是暂停实体课程 总共只有三天 所以我们第四天是准备要返回学校的 那在第四天的时候 一早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进行快筛的动作 如果是阴性的话呢 我们就准备上学了 这样这个部分呢 就让各位相亲知道 那如果是快筛结果是阳性的话 那我们就走阳性的一个路径来处理